中华上下五千年,自公元2200年大于治水开始,期间涌现了不少肖雄,皇帝作为封建制度下不可或缺的政治要素,自然可以算得上是每个时代肖雄的最佳写照,从一统六国的秦始皇到落魄退位的溥仪,封建专制最终在时代的裹挟和肖雄的无能之下被迫画上了句号,肖雄难当,也不是谁都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魄力。 作为时代的最高掌权者,皇帝每天要面临种种难题和形形色色的诱惑,稍有不慎便是大权旁落万劫不复,因此皇帝多重用身边的亲人来为自己排忧解难,出谋划策,但纵观古今为何皇帝普遍重用的是舅舅而不是叔叔呢? 俗话说得好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兵,莫非王臣。 我们先来说说皇帝的身边究竟有哪几类臣子? 一种是扶持皇帝上位的叔叔兄弟,我们俗称宗士,另一种是皇帝的七族母族中优秀的人才,我们俗称外妻。 还可以是陪伴皇帝长大的太监,一般称为宦官,又或者是朝堂之上根基深厚的元老大臣,被我们称为权臣。 其中学士渊博,伪高权重的大臣,在经历了几朝更替以后,臣子心中的考量贡献,多是出于国家本身而非皇帝个人。 而且这类大臣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,心思深沉,思想固化,钱财地位皆是司空监惯,皇帝想要收尾己拥并不容易,而皇帝身边的太监因为出生不好。 从小到大对于皇帝唯命是从,虽然擅长把握人心,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,再加上生理缺陷导致的,心里多少是有些畸形的,终究还是上不得台面。 然而,作为皇帝的叔叔兄弟,由于跟皇帝血出同根,性出同事,是有着直接间接的皇位继承权力的人,皇帝对于这类人自然是忌讳不已。 清朝出名的九子夺嫡,其中的血雨腥风让人不寒而栗,失败的亲王除了支持雍正本人的十三阿哥,其他觊觎皇位的阿哥无一例外,均下场凄惨,其中遭遇最惨的就是雍正的敌对党, 八阿哥印寺和九阿哥印堂。八阿哥印寺和九阿哥在雍正四年,被雍正从皇族族谱上除名,分别被改命名为阿琪纳满语翻译至诸狗不如的人,和塞恩黑纸满语翻译至讨厌的人。 除名后的九阿哥印堂被雍正关押于监牢之中,当时正值酷暑,修房封闭,印堂全身上下动弹不得,铁索夹身,每每昏死后又被人用冷水泼醒。 不久便惨死于求是,死相凄惨,让人毛骨悚然,而八阿哥印寺,则被囚禁在宗仁府的过程中死于偶病,但据民间相传他是被雍正所毒死,其死因成米。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,每一朝代能存活下来的皇子,要么善弄权术,机智狡猾,要么是不闻世事,不学无术,总归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和过人之处。 这些人对于半君如半虎一词,都是用生命去领悟过的。 一旦这些人有了谋权篡位的心思,只要能除掉皇帝一人,朝中的大臣就算心所不满,但为了自家人的富贵生活和天下的安定。 只要是做皇帝的血统纯正,姓氏不变,国家还在。 谁又会为了一个失败者而名冤较屈,谁做皇帝还不都是一个样。 而皇帝本身在经历了多敌机位以后,心中对这些幸存者就算没有恨意,心中的亲情也早被脑海中的怀疑和忌惮消磨殆尽,再让他们处于权力的中心,心中多少还是有很大的结底。 但外妻就不一样了,外妻在陪伴着皇帝经历改朝换代时,为皇帝出谋划策,出兵出力,经历生死。 都说患难见真情,在这样的情景之下,皇帝本人除了利用之心以外难免还是有几分旧情在,而且皇帝尚未知初本身势单力薄,也需要借外妻之事来巩固自己的皇位。 或是出于对母亲的尊敬和孝顺,对于娘家人帮衬一些也是在所难免。 又或者皇帝心中对于下一任皇子已经有了人选。 而皇帝对于其母妃的为人品性也是极为看重,俩人情深意切,此时为了提拔外妻,便可以为皇子以后继承大统减少一些阻碍,增加一些筹码来丰满皇子的羽翼,以便皇子能在争处之时能够全身而退,在继位以后能稳固江山设计。 再加上外妻上位的风险极小,一旦外妻上位改朝换代,危及了朝中贵族的权力利益,违反了文人脑海中的天子至尊皇权至上,那结果必定会是文五百官群起而攻之,导致天下大乱。 几千年间比较出名的王莽篡汉,也就仅仅坚持了不到十五年的时间,便被人赶下皇位,兵败身亡。 最重要的是,外妻多根基不稳,容易操控。 外妻手中的权力多来源于皇帝,皇帝高兴便给予他们权力,不高兴便可借机将权力收回,而皇帝后宫家里三千,有的是人选。 其次扶持外妻,可以抑制朝中其他权力发展,造成权力制衡,到时两虎相争必有一伤,皇帝自身便可坐收渔翁之力,一举两得,何乐而不为呢? 但凡事无绝对,物极必反。 人无万人,长时间的权力制衡,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,比如汉初期的皇后吕氏,汉中期的重臣火光,唐朝的长孙无忌等等。 虽说外戚的专政,间接说明了皇帝的孱弱无能,在外戚的领导之下也为朝中设计和国家发展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 但是由于外戚专政,名不正言不顺,朝堂上下人心惶惶,党派之间的斗争失衡,大家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筹码,增收赋税,加剧土地的兼并,加剧了农民阶级的负担,从而间接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 甚至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,自私武断,推行极端政策,挑衅部落同龄,激化匈奴矛盾,导致国家战乱频繁,最终各方势力伺机而动,全国上下动荡不安,寻起激愤。 但庆幸的是,如今得我们出生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和平年代,这种不健全不健康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人民的领导之下被推翻。 而今后,我们也定然会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越走越稳,越走越远。